欢迎来到风铃漫谈,这里是思想交汇的港湾,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请不吝点击订阅按钮,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中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两天后被处决。 于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空缺了出来。 谁来接任这个位置呢?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三位常委,而现在向中发疑死,张国焘去了厄玉碗苏区,留在上海的只剩下周恩来。 按理说,周恩来应该顺理成章地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然而,周恩来一生甘于做二把手,在重大问题上不愿意做主和承担责任。 因此,总书记只能从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挑选。 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除了周恩来,只有王明和卢浮坦两人。 论知名度和能力,王明显然比卢浮坦更强。 因此,王明自然是最可能的人选,共产国际也早就有了这样的打算。 王明也一直渴望成为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并且实际上他的权力早已在不断膨胀。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虽然让向中发担任总书记,但王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有时甚至连政治局会议都不通知向中发参加。 按理说,王明取代向中发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事。 然而此时,王明却另有打算,他计划全家撤离上海,重返苏联莫斯科。 因为,随着中共地下党被国民党逐渐查获,截二连三的人头落地,早已让王明心惊胆战。 在国民政府的刺刀下,从事秘密的恐怖工作,时时刻刻都存在着生命危险。 1931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方6号秘密召开。 就在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公安局因租借闸北补防突然大规模出动。 在上海天津路中山旅社和三马路的东方旅社等地,逮捕了30多名共产党干部。 其中有十位中共省委市委书记,包括何孟雄、林玉南等,还有作家李秋实、柔史、冯坑、胡野贫、殷夫等。 其中的24人在1931年2月7日被压制上海龙华刑场处决。 1931年4月,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判、判变。 1931年6月,总书记向中发被捕、判变并被处死。 1931年7月,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杨庖安等23人因叛徒出卖被捕。 他们所在的中央宣传机关和一个秘密印刷所被查封。 8月上旬,杨庖安被杀害于上海龙华。 在此险恶的环境中,王明成天惊魂未定。 朱仲利在《黎明与婉妇》中写道, 王明此时虽然权重一时,但一听到街上警车警笛响,就止不住胆战心惊。 因此,尽管成为中共总书记是王明梦寐以求的事, 且苏联的米夫也处心积虑扶植王明。 但王明却清楚地意识到,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意味着必须留在国内, 尤其是留在上海。 而这是王明根本不敢想的事情。 前任总书记向中发,被捕才两天就被处决。 更何况,王明自己也有过被捕的经历, 尝过牢狱之苦。 营救他出狱的瑞士人牛兰夫妇, 也在向中发被捕前一周被逮捕入狱。 向中发被杀后, 王明不敢住旅馆、公寓, 甚至连单独的私人房间也不敢住。 经过深思熟虑, 他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居住。 为了个人的安全, 他不惜让中央花重金租下疗养院的一整层楼。 有人劝他这样做, 反而会引起怀疑, 危及他的安全。 但王明坚决不听, 执意要这样做。 他和妻子搬进疗养院后, 身居检出, 成了隐士, 连中央会议都很少参加。 至于前往江西革命根据地, 那里的环境极为艰苦, 处在强敌包围之中, 经常处于战争状态。 随时都有可能打败仗后牺牲, 比待在上海好不到哪里去。 经过反复思考, 王明觉得, 他的生命比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更为重要。 于是, 他选择了放弃总书记的位置, 前往莫斯科。 在那里, 不但生命无忧, 还可以过着苏联提供的舒适生活。 不仅如此, 他还可以借助共产国际之名, 遥控中国共产党。 并可能在共产国际谋得一官半职。 正巧,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自从瞿秋白, 周恩来回国后, 一直没有负责人。 在这个时候, 提出去莫斯科, 既有正当理由, 又是个绝好的机会。 这样一来, 周恩来不愿担任总书记, 王明不敢担任, 剩下的选择便是卢浮坦了。 卢浮坦是谁? 不仅现在人们很少知道他, 就是在当时的中共党内, 他的知名度也很低, 以至于在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员名单上, 他的名字被误写成卢浮坦。 卢浮坦, 山东泰安人, 1891年, 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 勉强读了三年私塾, 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他曾学做生意, 当过矿山学徒, 但都未能改变他的命运。 1914年, 他在山东九川县大荒地鲁大公司, 当上了一名工人。 北伐战争开始后, 山东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 开展反帝反军阀的宣传活动, 同时发展自己的组织, 壮大中共的力量。 192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卢浮坦, 表现得相当积极。 在北伐之前, 张电帝委成立, 他被党组织派任下属之部书记。 不久后, 他因失业被调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这段期间, 他积极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党内一些负责人眼中, 卢浮坦是个好苗子。 在党组织其他成员, 及靠拢党组织的一些群众眼中, 他也是个人才。 他热情, 有闯进, 出身好, 尽投足。 尽管有人对他有威慈, 认为他有些投机行为, 雄无大志, 也无真才实学。 卢浮坦心里, 自然也有复杂的感受。 他当初投奔共产党参加革命, 不过是想摆脱父辈们的苦海, 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历史却让他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 大革命失败后, 党在八七会议上提出, 目前最需要的是出身好, 且为革命奔走, 不顾个人利益的同志。 至于他们目前的水平和能力, 党相信会在今后长期的工作中得到提高。 这样的同志就在我们中间,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卢浮坦就是在这一指示下被找到, 担任了山东省委书记。 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大行动, 就是领导山东农民暴动。 这次暴动声势浩大, 影响广泛, 中共中央对此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卢浮坦的声誉因此大增。 1928年, 他作为山东省代表出席中共六大, 正值共产国际, 强调工人成分。 于是, 他不仅被选为中央委员, 还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平步青云, 进入中共高层。 时局不断变化。 1928年冬至1929年初, 山东省委领导成员之一的王复元, 及其兄王用章相继叛变。 为安全起见, 中共中央将卢浮坦调任河北省委书记。 卢浮坦对这一调动有些牢骚, 毕竟山东是他的老家, 也是他平步青云的地方, 他对山东有深厚的感情。 在犹豫中, 他行动缓慢, 直到他恋恋不舍地踏上火, 火车时, 国民党特务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或许是卢浮坦运气好, 特务在逮捕他不久后, 因为证据不足, 于1930年初将他释放了。 卢浮坦在被捕期间, 并未遭受什么严刑拷打, 一般性的审讯也被他巧妙地应对过去了。 出狱后, 中共中央又将他调任河南省委书记。 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六大以来, 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的情况, 补选了中央委员, 改选了政治局, 卢浮坦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一切都为卢浮坦进入中共领导核心打下了基础。 观众朋友们, 请点赞, 订阅风林漫谈。 您的点赞能让YouTube把风林漫谈推荐给更多观众, 感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我们继续本期节目。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 卢浮坦成为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随即通知他, 立即赶赴上海, 有钥匙相伤。 那时正值二月, 河南依旧寒冷, 北风刺骨。 卢浮坦化名李大友, 从开封城火车, 经过几天的秘密行程, 安全抵达上海。 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当晚便向卢浮坦宣布, 中央决定他接替罗张龙的工作, 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兼任组织部部长。 卢浮坦在一般情况下, 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和地位。 但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特殊情况下, 他开始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 1931年9月, 中共一些重要干部的牺牲和主要领导人的叛变, 使得中共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 中共中央准备进行大转移, 王明计划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 周恩来等人则计划, 转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 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人数不足半数,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 决定成立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酝酿成立临时政治局的过程中, 卢浮坦表现得异常勇敢, 明确表示自己想当总书记。 然而, 王明不愿让卢浮坦担任总书记。 当卢浮坦敲开他的门, 表明自己的意图时, 王明婉拒了他的要求。 凭卢浮坦的能力, 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 也不可能支持他担任总书记。 当他向周恩来表达这一愿望时, 周恩来郑重地告诉他, 目前党中央已经处于非常时期, 中央基本上决定只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 不设总书记一职, 只设临时负责任。 据张文天在1943年12月16日的自述材料中回忆, 王明和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时, 提出让留在上海的卢浮坦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任。 然而, 卢浮坦出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任的时间短暂, 也就只有一年多时间。 1933年, 他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逮捕后, 就迅速叛变。 这连中统特务也感到意外。 当年的中统上海行动区副区长陈卫如, 在我的特务生涯一书中, 是这样回忆卢浮坦被捕后的情景的。 卢浮坦被秘密逮捕后, 临时关押在小东门的东方旅馆内, 环境相对较好, 不像上海市警察局那样阴森恐怖。 按照卢浮坦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和地位, 他的意志应该是比较坚定的。 然而, 在劝详特务的谈话后, 他很快表示愿意自首, 并为中统上海区提供了大量 有关中共江苏省委的情报成为叛徒。 卢浮坦的叛变比向中发的叛变更为严重, 给中共带来的损失也更大。 他供出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全国总工会, 铁路总工会和海员总工会等组织的人员名单和秘密地址。 中统局特务如获至宝, 连日连夜展开大规模行动, 几十名中共重要干部相继被捕, 中共党组织遭受了一次严重打击。 卢浮坦叛变后, 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 担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 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 带领一帮特务四处探查中共地下组织、 中共地下党员及靠拢和同情共产党的人士。 但是, 卢浮坦未能随国民党逃往台湾。 1951年5月24日, 被中共公安机关在云南逮捕。 作为曾经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卢浮坦低估了中共惩罚叛徒的决心和毅力。 在中共占领大陆前, 它未能逃往海外或台湾, 成为它甚为遗憾的重大失策。 它误以为隐姓埋名到偏远的云南, 中共就找不到它, 但它错了。 逮捕后, 它被押送到上海, 长期秘密关押。 据《党史纵衡》, 2008年第17上的文章介绍, 卢浮坦在投靠国民党期间, 曾经交代了康生在1930年被捕后叛变的秘密。 康生在1930年被捕, 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维坟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 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 至于康生有没有辩解, 这件事一直是历史之谜。 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受时, 有一部分已经丢失了, 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台湾。 所以, 康生被捕乃至叛变的具体细节, 只有在卢浮坦给国民党交代事实时被提及, 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只有陈庚一个人。 陈庚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提及, 直到后来批判高饶集团时, 陈庚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 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术时。 饶术时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 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 并最早看到了卢浮坦这份报告。 饶术时看完报告后, 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但是, 毛泽东听完后未知可否, 康生毕竟为毛泽东干了许多脏活。 这件事, 随着1954年的高岗饶术时事件爆发, 被搁置。 60年代, 谢富智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术时 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 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 不过, 这些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 他更不知道卢浮坦在1950年5月被捕, 一直在上海被秘密关押。 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术时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 直到1968年, 台湾情报当局在香港报纸上披露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资料。 被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快大副获悉, 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 康生这时才知道卢浮坦的事情。 最让康生恼火的是, 因为红卫兵的冲击, 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 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卢浮坦时, 卢浮坦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 而且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 康生表示, 如果历史上我真的被捕了, 我就成为烈士了, 也活不到今天。 康生还找来谢富质询问此事, 并责问, 像卢浮坦这样的大叛徒, 为什么从1951年留到现在? 康生暗示要处决卢浮坦, 谢富质随即请他签字批准。 于是, 康生和谢富质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浮坦的命令。 1969年11月,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一份由北京公安部送来的命令, 要求立即处决年已78岁的卢浮坦。 上海市公安局执行人员对于这一命令感到疑惑, 不理解为何北京高层对一个即将入土的老人如此关注, 但命令还是得执行。 另外, 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 要求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 建议能不能采用封嘴的办法, 不让他说话。 为了避免出错, 并让卢浮坦死得舒服些, 他们于1969年11月7日那天, 以吃饭喝酒为名, 先将卢浮坦灌醉, 然后执行了死刑。 事情看似就此结束, 但康生未料到的是, 狡猾的谢富智偷偷保留了一份 康生签字的处决命令的影印件。 毛泽东去世, 四人帮粉碎后, 这份影印件被陈云、 胡耀邦等清算康生时的中纪委负责人 王赫寿看到, 有人试图以此为证据, 指控康生是叛徒, 并指责康生对卢浮坦杀人灭口。 然而, 卢浮坦已不再是孤正难立, 这一指控最终未能形成定论。 而最后一个知情的饶恕时, 早在1954年就被毛泽东和刘少奇联手打倒, 并在文革中的1975年被迫害致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